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朝就这样灭亡了 吴三桂也失去了一靠 李自成曾多次招降吴三桂 吴三桂也曾一度有头理的念头 据传后来 吴三桂听说爱妾陈圆圆 被李自成布下鲁趣而作罢 关于陈圆圆 那是一位名震江南的黎元科技 据说有一年吴三桂随祖父到苏州采购仇断 与好友游览太夫时 呼见隔岸游艇上 有一位妙龄女子翩翩起舞 歌声动惊 便怦然心动 两面受敌的吴三桂 对内不敌李自成 对外难党多儿鬼 此时的陈圆圆和吴家人 都成了李自成的人质 为保全家人 吴三桂答应与李自成一格 但为防有诈 又私下以黄河南北 分支为条件向多儿滚求助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 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 亲自率军前来谈判 最终被吴三桂联合亲军击溃 吴三桂在将亲指出 仍与明朝残余势力 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亲政府对他还是万事有处 内存遗迹的 顺至十六年 吴三桂攻下云南 随后又是朱缅甸 秦沙桂王 十几年间 吴三桂率不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 魏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训 清朝对他由原先的谨慎改为放手 康熙十二年 下令撤藩 吴三桂自称周王 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 清明陶鲁大将军 发布习文 史称三藩之乱 五年后 他在恒州登基位皇帝 国号大洲 建都恒阳 建元朝五 同年秋天在恒阳病史 他的孙子吴世凡之称 了三年之后被清军攻破昆明 三藩之乱遂靠结束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后统天下水分 我问的 咸不吓 东云 最后